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安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到我的 就是 就是再度做客的曾經文 跟新朋友一正 耶~~ 我們今天聊了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聊好多喔 因為今天其實我們不知道要聊什麼 只是剛好你們來就是工作室來錄東西啊那些的 嗯 在錄嗎? 有啊現在在錄啊我們就沒有停啊 對就同時那樣子 對這個我關掉了 什麼關掉了喔沒關係啊這個這個裡面在錄 對反而我們 聊了我們聊了好多 老高 我們一看喔我們想說今天 你們兩個來這邊錄東西啦 嗯就是新新歌你的 就是新的一些作品嘛對 然後我剛好也在我說那 呃一起吃飯吃晚餐 對然後我說吃完我們來錄個podcast 耶~~對但是要聊什麼 不知道然後就上instagram 有人問說大家想要問什麼問題 對所以今天就要回答大家疑難雜症 然後曾經文也落下 這個好語 就說這一集如果沒有比 師姐還有配子的好笑 你就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那一定是要退出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一定大家不准笑 加入青州小菜間 沒有我是要回答我音樂人的你們幹嘛 喔喔喔對不起對不起 欸你們幹嘛啊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好希望大家收聽愉快耶 耶~~~ 喵喵喵天 喵喵天 喵喵天 喵喵 喵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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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前面要先自我介紹 好 我又來了 各位觀眾朋友 你是 我是曾經文 Yeah 掌聲鼓勵 謝謝 聽說 聽說什麼 沒什麼好聽的 我們剛剛在做什麼 就是我今天來錄音 然後師兄來這邊監工 因為他怕我用壞他錄音室的器材 這次不用擔心 因為阿倫不是在 我們怕你弄壞我的員工 但老實講其實我剛才是在裡面有點害怕 為什麼 不是因為你們都坐在這邊阿 我覺得很恐怖 喔你說在那邊聽嗎 你放心啦 後來有大概90%的時訊然後外面講電話 喔真的嗎 對啊 所以我沒在聽 只有一針在聽 如果你錄音我們在外面 什麼意思 你會尷尬嗎 什麼 喔你說我在配唱然後你們在外面 對啊 你在配唱然後別人在外面 我是還好啦 我已經習慣了 我臉皮現在超厚的 真的喔 像我就會一直很不好意思耶 我剛才在裡面就文哥不是叫我試幾個嗎 我唱完之後我常常就會爬在地板上想說 有點丟臉 是因為你太久沒配唱吧 也應該是 你剛剛有趴在地板上面 我一直在做釜地挺身 可能蠻髒的耶 然後發現做不行 然後覺得味道好像有一點就濕氣 好 anyway 好好好 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在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 今天靜雯在這邊嘛 然後其實旁邊就是一針 耶 是這次就是反正靜雯你有一個新的歌 然後他是編曲那樣子 然後今天就來玩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來錄一集鳥鳥天吧 我們是一個音樂人的鳥鳥天 沒有錯 所以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錄什麼東西 對 所以剛剛師兄就 用IG來問大家 對我們來問大家有什麼問題 你要來跳一下嗎 他說 怎麼認識的 你說我跟曾靜雯是怎麼認識的嗎 就有一天我的點書就跳出一個星期 就是有一天我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桃子 水蜜桃 對 從上游這樣 嗚~~流下來 然後我說哇好大的桃子喔 然後我就把他抱回家 然後就是跟我家人說 欸那我們把他剖開來吃好嗎 然後就剖開 然後就哇裡面掉出來一個 就是他就是就是桃子啦 然後後來我就是在唱片公司碰到曾靜雯 這故事就講完了 那就是我首次看見維迪安的那一刻 就是剖開的那一刻 喔喔喔 對 我才知道說 喔 也是我們有一個水蜜桃之間的這個情依 我們嗎 對啊因為後來你也有 送一些水蜜桃給我們吃啊 你有拿嗎 就是那個每次放在外面 我有印象我有吃過 是好吃的嗎 還不錯啊好吃啊 很好吃 歡迎大家來找我們 夜配水蜜桃 讚 你現在是夜配水蜜桃買水蜜桃 讚沒有錯沒有錯 啦啦3 啦啦3 對而且現在季節 夏天是水蜜桃季節 呃就是現在是 就是那個溫帶水蜜桃 溫帶水蜜桃 就是像那五月桃比較小顆嘛 我媽媽說那是熱帶水蜜桃 比較小顆的 有差異喔 完全不知道有差異 五月桃的甜風比較穩定 可是它就不大顆 但是像我們一般認知水蜜桃比較大的那種 那個叫做 那就是現在六月七月桃 這叫六七月桃 對它有很多不一樣的品種啊 喔 白鳳啊 上海蜜啊 什麼什麼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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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每一次找曾經有人來 我們都曾經非常多農產品相關的知識 我們可以跟農委會合作一下 你也會邀請我媽 我有時候講我也不是很確定 我覺得很可以耶 找你媽來跟你聊一集 就是水蜜桃 或是農產品這種 你覺得你可以不用講話 對我也覺得 好輕鬆喔 我真的可以當 Engineer 我覺得不是 不是維里安跟你聊聊天 是 林玉女跟你聊聊天 我媽媽 曾媽媽 曾媽媽 曾媽媽跟你聊聊天 而且我媽 我媽每次都跟我講說 就在外面要注意講話 真的嗎 嗯 喔 所以難怪你常常會就是 尷尬尷尬的 對啊 因為你怕講錯話 對然後就是要一直開玩笑 因為免得我怕太正經的時候 會說錯什麼話 喔 你覺得反而正經才會說錯話 但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才是比較容易說錯話嗎 但是就是因為語氣是開玩笑的啊 就大家笑一笑可能就 就如果講錯就是 笑一笑 我開玩笑的 對啊 你看我XX的時候講錯話我沒有怎樣 這是幾分幾秒 我記下來 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把他們名字逼掉 他不是有一次嗆我們 你多找 喔是 好四分多 你等一下拿筆記下來 喔唷 在那邊撿東西 不是他有一次嗆我們 他很常嗆人啊 你說誰 就是那個B啊 B 你想要B欺騙我 講出他佛地魔啦 佛地魔那個人那個人 因為有一次師姐 你這個自己用不掉 師姐就指她說 你再給我這樣睜著眼睛罵人試試看 睜著眼睛罵人 因為他常常會就是 你可能在講什麼 就是他常常會就是 我就是突然間講出一個想說 欸這是玩笑話也是真的 你說吳依依嗎 對 吳依依 對他真的還蠻長的 就是突然間冒出一個就說 你今天攻擊力好強喔 他應該就是 我覺得他沒有多想想 他就想講 喔也是啦 也是蠻可愛的啦 蠻好笑的 蠻可愛的 蠻好笑的 他單身嗎 沒有啊沒有單身 沒有單身 不是我說性格可愛啦 但外型 外型也是可愛啦對不對 你可以接受嗎 要不要撮合你們 漂亮拿不行啦 不行 你不要亂來好不好 你是直的 對對對 你是直的 我是直的 對啊 他是彎的喔 他不是有當兵 天哪 我覺得我已經不知道我們現在在講誰 你一直攻擊他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開麥克風之前其實我們有攻擊別人 不是我 你有攻擊別人 我攻擊很多人 就是 我的口袋名單 就是上一次那個師姐 郭靖跟曾沛慈 有來錄一集 鳥鳥天嘛 然後大獲好評 大家都覺得說超好笑 然後然後你就說 覺得怎麼可能比你好笑 對啊 尤其是有佩慈在 你為什麼 都姓曾 都姓曾相間和太極 因為他常常被我鬥笑 他覺得我很好笑啊 那他就一定不會很好笑 大家都會被你鬥笑啦 你是真的很好笑 是嗎 但佩慈也是真的蠻好笑的 但我在懷疑可能是我太愛開玩笑了 所以朋友蠻小的 都得罪光 會嗎 你說得罪光 開玩笑可能開過頭 是不至於啦 對啊 我們應該算 我們是朋友吧 應該 算吧 應該吧 那還好 我都可以跟他做朋友 你說一真嗎 對啊 你感覺跟很多人都可以做朋友啊 但交心的沒幾個 沒關係啦 真心的朋友就那幾個就可以了啦 也是 那我們就盡量喝酒吃肉 我們就是酒肉朋友 我們不用交什麼心啊 不會啊 我們雖然有交心吧 我們有交心嗎 我知道的一些事情你們要知道嗎 可惡 你等一下 我們來繼續回答王有問題 都不回答 你要回答 就是要比他們兩個好笑喔 兩個人會考慮合作出歌嗎 好好 對不起 我剛才看到另外一個 好那你問另外一個 合作出歌OK啊 就是 我們兩個合作出歌 對啊 合作出歌 我們現在就是在合作出歌啦 你在我的錄音室錄東西 喔對啦 這是某一種合作 這是算某一種合作 好啦你想要嗆我哪一個歌名 不是他跟他說 喂李安 他說 微鳥一天必滑手機的時刻是 我怎麼會知道他女朋友是不是 就我怎麼會知道你什麼時候滑手機咧 每一天必滑手機的時刻 應該就是55刻吧 很長 尤其是現在 就是隨時要在Instagram嗎 Facebook 哪有是你都不回我們訊息 群組上面我們每次在那邊聊聊 然後你都不見 我想說 曾經文呢 然後還要at你 然後就說 喔我現在正在開車 喔我剛從 我要去再高麗菜啊 很忙欸 喔我剛從台東回來 開回來什麼這種的 我很常就是要 對啊 也是要日理萬機 所以你朋友少跟你 愛開玩笑無關 是因為我都不回訊息 只是你不回訊息 對 因為我有時候其實很想回 可是我就是怕從中間插進去 就沒有禮貌 喔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外面講話要注意 要有禮貌 那個就是在外面 那你有想過你可以用一些 比如說就是禮貌性的問候啊 比如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可以加入嗎 你說不管你們聊到哪 我就說 對對對不好意思我加入一下 我現在正在開車 我覺得好像可以喔 對阿可以阿 下次你會說欸我們梵州 不好意思那我想跟你們說一聲 就是 呃我也想去梵州可以嗎 你們應該會覺得很見外吧 不會阿 所以梵州你到底要不要來 我想去阿 那就來阿 大家一起去阿 你要不要 一針嗎 誰 你看到誰 這裡還有誰 你不要亂指阿 我等一下還要在這邊搜東西 不是阿 我剛剛指完他之後發現不太對 所以就想說指別的地方 沒有 下次再一起去阿 欸他上次去生潛 生潛 生潛 潛水 喔是freediving那個嗎 不是 是悲氣瓶的那個 喔 所以你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他這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喔 怎麼說怎麼說 因為他爸爸很愛潛水 所以還要追隨他爸爸的腳步 因為他爸爸已經過世了 怎麼這種悲傷的 你為什麼要把氣氛弄成這樣 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我覺得很感人阿 你不是覺得很感人嗎 是蠻感人的 對啊 但是你可以用引導的方式說 喔怎麼會想要潛水啊 喔對我自己把他講出來 不好意思 但很感人他就說 然後我還是謝謝一陣 等一下 我完了等一下 欸他說他第一次耶 而且他帶他爸爸器材耶 天阿 你這個覺得很感人嗎 其實只有他的挖斜啦 但還是很棒阿 還蠻棒的 等於完成一個夢想那樣子 就常是我都會拿我爸爸的棒球 然後去丟球阿 但他還在阿 所以就也沒什麼 就只是覺得 喔好煩喔 我就拿這個 很煩的 這樣 我也會拿市場的電動門鑰匙阿 但我媽也還在阿 但我媽也還在阿 我也沒感覺 嗶嗶嗶嗶 這樣阿 好 嗶嗶嗶 我們回答下一題 你又自己 你看 他自己把自己弄到一個死胡同 人家說你打錯名字 你說什麼 喔是曾靜雯阿 我想說這樣比較有趣阿 我開開玩笑而已 這不是你自己嗎 你也回 什麼時候有韋安安的演唱會落 是是落 是落 是落 演唱 有韋安安的演唱會落 沒有是這樣 什麼時候韋安安的演唱會落這樣 為什麼要落 就是我們會習慣這樣講 喔語助詞那樣子 會語助詞是落 是落 不是韋安安演唱會落這樣才有感覺 演唱會落這樣才有感覺 譬如說對不對 兩個都蠻有few的啦 那所以你看最近不是有個很紅的youtube上面唱歌的 就是原住民朋友然後用那個電子琴唱歌的那個 我有看啊 我覺得很有才 那個超好笑的 那個超屌的 我覺得他很聰明耶 就是他的每一首改變都是很不樂 很厲害 然後他名字都會 你快點去跟他合唱啦 我也想 但是我已經上了108個通告 我想要休息一下下 那你休息完之後你再去 也是 我幫你問他 你認識嗎 我認識啊 好 金文正 最近看過最好笑的現實 有你剛剛給我們看一堆你自己的限動 然後你覺得超好笑的 然後一直強迫我們看 你說你看好好笑喔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很幽默啦 這樣 ok 看一下還有什麼 每次看到什麼都不知道問啥 最害怕哪種粉絲 你最害怕哪種粉絲 你最不害怕應該像一貞這種的吧 對啊 我們要講一下這個故事嗎 很立志耶 好 那誰講 我講 應該你講吧 因為我根本也不太熟這個故事 可是我不管你講什麼 最後都會歪掉 好不然你自己講 我幫你救回來好不好 好你自己講 我幫你救回來 就是呢 我買過曾經文的第一張專輯 你看 賣那麼小他還是其中之一 而且還有簽名喔 你看 就去過簽唱會那種的 然後重點是喔 他這次參與我的編曲 我見到他第一刻 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完全就覺得是編曲老師 然後很尊敬 自從知道是歌迷之後 就可以不尊敬 不是這樣嗎 等一下 就開始打屁啊 就開始來吹冷氣 去耶 沒錯 私自跑到人家家吹冷氣 人家是私生飯偷跑到偶像的家 你是偶像跑到粉絲的家 對 所以你是 這叫什麼私生藝人 這個 這個怪怪的 對啊 不是啊 大家就朋友啊 什麼關係 但我是很 我怎麼會卡彈 OK你沒事跑到 有有有 你這是不是要超越師姐 師姐上次也卡彈 真的假的 對他上次也卡彈 他講話都會卡彈 對對對他都會說他要老彈 你剛剛是不是就是想要超越他 你想 你 你的嘴型 你再說一次 我幫你配音 我幫你配音 你再說一次 我會說他是真的老 哈哈 你 我是說老 我是說老 你確定這集要出去嗎 老老老 哇 是老啦 好啦 我們有要講完了沒有 不是因為我很感動耶 就是 會有一種很感性的心情是覺得說 我剛才問你嘛 奇妙的緣分 你有沒有遇到你的歌迷他跟你出現在同一個行業裡面 應該 算有吧 我現在超常遇到了 超常遇到 超常遇到 做影像的啊 或做平面的 遇到 對我偶爾也會碰到 就說我小學很喜歡聽你的歌這種什麼的 就是我看 聽你的歌長大 這種我會生氣 這種我會生氣耶 我沒辦法接受 那所以一貞那個時候是多大 同年 國中高中吧 那也還好啦 就不是從小學 你懂的 同一輩 他是 對啊 他星光就 就 就開始 就看電視 對齁 對齁 他看著我長大 一起長大 對啊 對啊 所以 那是因為他你才會有想要做音樂這件事情嗎 對啊 真的假的啦 天啊 你不要那麼 你害一個人誤入歧途 你真的是 真的假的啦 那時候就是會 就是 看專輯 裡面的那些 喔你會看Credits的那些 真的假的啦 喔他是因為那些老師也不是因為我啊 那你 好好 你幹嘛 這還是吃味 你在幹嘛 那你那時候看Credits你有最喜歡哪個老師嗎 哪一首歌呢 對啊 或是什麼編曲人啊 他想不起來 不快樂 就洪恩啊 啊姚老師啊還有那個 正群歌 對那個彈琴 嗯 其實我長大之後因為小時候 是你寫的啊 不是嗎 對啊那很好啊 小時候不懂 我長大才知道原來第一張有那麼多大師欸 什麼意思 就我第一張你會超過大師 喔喔大師 喔對我也是 我也是這樣後來然後 就是在那個當下 當然因為我是文歌製作的嘛 然後文歌就說 啊那我們找Jame Wilson來彈個吉他嘛 啊啊啊 我說喔OK啊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Oh my God Jame Wilson 是Master 就是他彈 就是那個 對對對有沒有是他編的嘛 欸兩腳不是 我今天也是他好天氣好像也是他彈的嘛 還是什麼 你第一張是不是也是有很多大師在裡面 很多 Mak Chu也是啊 然後安東 其實真的蠻多大師 尼杯啊 因為愛的那個 那個節奏那個solo 就是那一段solo沒有一個音是廢的 就是它是精準的 就是每個音都對 那哪一首歌你覺得有廢的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張專輯 我自己 我自己彈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我媽說講話要有禮貌啦 我們要進入下一段節目啦 不會你講嘛 你跟他講 我已經忘記了啦 不是啊 你這張哪有廢 你說我這張 就我自己彈的很廢啊 就這樣 沒有沒有廢 就有個ending啊 我絕對不會啦 你絕對 他跟我沒聽你看 有啦 我有聽了 講一首歌啊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不要在Podcast上 會說 把人逼入這種境界 好不好 賣完結 我們繼續看人家還有什麼 love and peace 能一起合作燒辣之歌嗎 至少 最害怕哪種粉絲 我們剛剛那個 有人說怎麼這麼可愛 誰 陳靜雯 他瘋了吧 哈哈哈 對啊 你真的是 他怪怪的 對 欣賞對方什麼優點 好來 我們彼此 他 不然他 你說益貞對我們嗎 對 益貞對你啦 因為益貞我們今天才 沒有上次有碰到一次 今天才第二次碰到 沒有就 我跟你講人第一眼 就是剛才想說是最準的 是從一個過來人的角度 真的啊 那你不覺得嗎 人跟人的緣分 就是從第一秒 你為什麼要一直把益貞 放在一個很尷尬的境地 真的咩 會不會做節目 像上次那個誰 你不是說好笑 尷尬不就代表一定好笑好嗎 欸上次有那個誰來 我就沒辦法聊一遍 我把它放到一個比較不尷尬的境地 所以你覺得曾經文有什麼優點 你覺得很 他就是很好笑 過去吹冷靜 這是真的 真的 而且他 而且他 他就是 畫的 無限多 喔對 很 欸這是有點嗎 欸你真的是蠻厲害的欸 你可以塞滿很多那個安靜的時候 真的欸超棒 我們都是用32分在看每一個小節 喔 音樂人的 音樂人的 這樣子 喔 Trap喔 對對對 這樣你是其實還蠻適合錄Podcast的 還是我每次都找你來錄 你說不管有沒有主角 但是你都要 都要多一點嗎 因為你就需要人逼嘛 可是 就是需要 那個 我們的話題有一點 喔 那個有點十八鏡啊 或者是那種就是很over的那種 他們都講了一些 比較是跟 對啊 就個人的那些東西 也是 也是 怕大家會認識不一樣的我 是啊 我也還在考慮到底要不要是放 不一樣的你 但我覺得你很真實啊 你都已經把你全部都 摊在這邊讓大家看 還有更多你不知道的 像是什麼 你說比較灰暗的一面嗎 就不是那麼的樂天 沒有我覺得是因為我敞開 要是你們也敞開一點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很多東西 可以被探究吧 是啊 因為人是複雜的 對啊 但是因為認識你 我們交心的時候 好啦 我們還是有交心啊 還是有吧 就覺得 很多時候你其實 承受蠻多的啦 只能這樣講 對啊你看 幸福一場 就是其實大家看到表面上 越好笑 或者是笑得最開心的人 內心可能是 是黑洞最深的 Alan就說啦 誰 那個Alan秀的Alan 他就說 最大的幽默來自於 最大的傷痛 好像是欸 因為你不幽默你無法撐過去 好像是 我真的碰到 好沉重喔 好想哭喔 但確實我覺得你很大的一個優點就是你很 樂天啊 我覺得是真實欸 是真實嗎 你就是real 當然因為你很小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 但是就 其實你跟以前比也沒有什麼變 對啊沒有什麼變 我說就是整個人 不是說身體 你現在比以前瘦超多嗎 就現在身材很好 那樣 我現在64欸 又胖回來了 嘿 你要這樣告訴大家 OK啊我OK啊 我很real啊 確定喔 我就不記下來幫你那個消音掉了 欸拜託我MC欸 MC 就是那種就是饒水歌手的 什麼 要有份量是不是 對要有份量啊 我現在流行MC很多 對啊 我接下來新的東西也是走比較 很real的那種 好 嗯 freestyle的那種 對啊 保持 保持 那我要講你的我還沒講你的 喔我的我的我的 只有兩字 什麼字 沉穩 沉穩 無時無刻 就是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啊 我這次宣傳都超輕浮的好不好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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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輕浮是那個你放鬆而已 但其實就是越穩的人才 越能控制狀態 因為每一次喔 他演出或什麼 從以前 只要到後台 你就會看到一個人很 很很很穩的坐在那邊 你說很chill 會嗎 真的啊 只是因為我緊張然後 看不出來吧 可是就是這樣啊 這是 因為我後來才學習這件事 我以前然後演出前都會很緊張 我就走來走去啊 喔你是停不下來的那種 躁動 對後來我就 漸漸的像范傑啊 像你啊 然後 師姐 師姐算 可是因為師姐都是 就是校圓他也很輕鬆喔 所以他也是很穩的 喔 因為我第一次學的是 跟他校圓嘛 我就慢慢從你們身上 後來就是 我就超穩 就是 就是演出前會很平靜 去面對 但我後來發現那個 有好有壞啦 對嗎 就是你太relax 你上台會 能量 對會太鬆 對所以運用一點那個緊張 你上台是有power的 那樣子 其實是好的 因為其實太relax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我之前跑巡演 就好多好多場 真的會 即使說每次都是隔一個禮拜 隔一個禮拜 某幾場也是會 上台前有點 因為 其實曲目一樣 然後大概的環節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很多次了 感動沒辦法被複製 有可能會有一點小疲乏 我覺得說 就是 結果就反而變成 有時候會有一點小恍生 對就是 就是因為太放鬆 其實是要更focus更緊張 喔真的嗎 喔對喔 因為你有跟tour嗎 對 因為我 就很容易啊 有時候會疲乏 對 有時候會 就很奇妙 所以就很難 其實我很常把我們的工作跟 跟運動員去做比較 像NBA球員 因為他要82場 他每一場都要非常focus 然後就是要贏球 其實仔細想超級難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喔可能我今天真的 就不是在那個狀態裡面 對 所以那種真正top的球星 那個那個那個 心理素質是強到爆 因為他每一場 他就是想要贏 所以他就會極度的focus 所以你說像Kobe 什麼Michael Joe的那種 我覺得他們也蠻辛苦的 他們每天都是一日復一日 一樣的生活 但那個可能就是他熱情所在啊 就是他喜歡打籃球 他做這件事情不是為了 要 你說真的要賺錢 或是幹嘛 就跟做音樂一樣啊 如果你想要賺錢 就不要做音樂 你也就是 我們會做就是因為喜歡啊 沒辦法就叼住了 也是 也是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我們繼續 講優點啊 謝謝你啦 不用不用不用 另外一種優點就是那個 可以插傷口 對 你看我的棕子 我被那個水果刀割傷 為什麼會切到棕子啊 還有石子 還有石子 為什麼 你要幫客戶削 客人削水果 沒有就是 我去買水果回來吃 什麼切到的 那不是鳳梨吧 不是鳳梨是蘋果 好沒事了 好來我們繼續 下一題 給一針挑一個好了 好 欸其實 其實沒有很多耶 糟糕 我重新刷新 然後看一下有什麼 我看一下我這邊有嗎 好像越來越多了 欸跳出去是不是就沒有 失眠的時候怎麼辦 失眠的時候怎麼辦 有人問 我會聽老高 喔真的喔 喔對 你最近很喜歡看老高 老高於小莫 and小莫 那你覺得最近 你都看完了嗎 影片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他講那個羅斯柴爾德 羅斯柴爾德 就是他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家族 喔喔喔喔 羅斯柴爾德家族 對阿然後就是 他講了很多嘛 然後那個日元上面的那個金字塔 因為他是這樣喔 他是那個首相的後 就是你對著觀看他 首相的眼睛後面有一個金字塔 因為美金上面不是 也有一個金字塔 對阿 然後我覺得哇 就是這個家族 不知道是真的嗎 因為如果真的 好像是真的有這個家族 因為小時候 我沒有到很熟 小時候覺得政治 財團 然後普通人嘛 對 但殊不知道有家族那樣子 就有點像 那個什麼達文西密碼那種感覺 喔喔喔喔喔 而且還真是存在 對阿 我覺得他很屌 我就是很常就是 會一直想說 但是等一下你聽老高 應該會越聽越進去阿 但你就是看一看會睡著 他就說失眠的時候怎麼拍 因為我都已經全部看完了 所以我只是在看一次 就是放個聲音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聽相聲 喔一樣 我喜歡聽人家講話 一樣我也是 就睡覺一定要聽有一個頻率 一個講話的聲音 對 所以 我還蠻喜歡看那種 那就蠻適合聽Podcast阿 你聽這一集然後睡覺 蠻吵的 我跟他有一些 前面很吵 對對對 所以就可能想說 空腰很吵耶 好我mastering的時候壓緊一點 讓他音量不要太大 那大家睡覺也可以聽阿 對阿其實可以啦 某一些比較深度內容的 那像我們這種比較娛樂性的這種技術 可以先跳過 就是白天通勤或開車的時候聽 比較不容易睡著 提振精神 提振精神 尤其是卡這世紀注意到阿 沒錯 好失眠的時候怎麼辦 我覺得 我前一陣子其實也很常失眠 壓力過大 我想說你累死了 然後就有 還是嘗試一下退黑技術 感覺真的蠻有用的 那是真的有用耶 對阿是真的有用 而且雖然還可以 還自然 但是最近就是 又會不正常就不用吃了 那不會像安免要上癮嗎 不會吧 就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說每天晚上吃 我只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通告很滿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不 我如果睡不著 就擦賽 對因為隔天就是會 就是這個累積會一直累積 對會很可怕 然後 而且如果當下一直睡不著 就是失眠會進入一個 惡性循環 對 就在那當下覺得說 我再不趕快睡覺 明天就完蛋了 結果就更睡不著 更睡不著 然後就一直焦慮一直焦慮 對阿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真的失眠很嚴重 還是可以去看一下那個睡眠科 對阿 現在醫院好像都有 但退學技術不算藥 他算保健食品吧 其實是嗎 我知道台灣好像沒有 對阿 但可能還是要醫師 可能去看 就是大家還是去尋找專業的醫師 OK 沒有錯 我們無法 給過 或喝熱牛奶 有一個人說 肖凱 他說 想看你們用變性Apple的樣子 你有玩嗎 前一陣子不是很紅嗎 我跟你講 人家都是女生 你應該不用玩 你應該不用玩 等一下 阿力就這樣 男生變女生 男生變女生 他把我的照片拿去 變成女生 什麼意思 那應該蠻漂亮了吧 你有PO出來嗎 沒有 因為我怕等一下追求者 這樣 我會很困擾 太多嗎 也是啦 我們為了要防止這件事情發生 阿力可能會難過 你之前不是有嗎 你人家Hippie啊 舔喜屁 那是人家講的啦 但是後來也是 但有人說 比較像那個 袁愛妃 其實老實講的 蠻像日本女生的 喔 就是有一個氣質 對對對 有一個氣質很像日本女生 沒關係 不用這樣 沒關係 沒關係 好啦 Cow Katie說 如果進入演藝圈後 有沒有想放棄的時候 嗯 上次好像有聊過這問題 好像也有 好那我們跳過 這個有點沈重 我們找一些比較開心的 聊喜歡的西洋歌手 你最近喜歡誰 我客了一個大位 Craig David 還在Craig David 我們很久之前聊 你就是Craig David 現在還是 他今年有發新的東西嗎 沒有 不是因為 因為我聽喜歡的東西 會聽到爛 然後才比較早新 因為看我Neo 聽了多久 無限的那個研究 對 我記得我Neo 聽到有一點師傭寫的專輯 就寫說 他說祝你生日快樂 希望你可以 今年的願望 是希望你可以找到 Neo以外的 喜歡的歌手 喔Neo 對 然後 但後來我還是 就是聽了很久 還才換人 這樣也是蠻好 你這樣好像小朋友 小朋友就是同一首歌 可以一直聽一直聽 一直聽 因為那個歌很好聽啊 Baby Shark啊 那種的 就一直聽一直聽 我前幾天去查了YouTube 現在第一名 點閱第二名 這首歌在第二名欸 五十八億多 還是第三名 五十八億 對啊 第一名是 Despacito Despacito 這麼強 然後江南style在 還在前面 還在前面 三十七億多 好 很誇張吧 好屌 也是啊 讚 我就很喜歡去查這些奇怪的東西 想一下 那我 那我 我最近喜歡的 一正你有什麼喜歡的西洋歌手 你有最喜歡的嗎 西洋的 西洋的 我是想到 我很喜歡一個樂團 喔 Dirty Loops 喔Dirty Loops 我知道 就是非常非常crazy的 一個樂團 就是 你知道Brian McKnight嗎 不知道 不管你聽 反正就是非常R&B 然後他很多re-harm的那種東西 然後crazy loop re-harm 你昨天問了專有名詞 喔 就是 就是用這個團 喔 因為我昨天問了他一題 就是有一些編曲 什麼是re-harm 我不是問他這個專有名詞 我是問他有一些編曲 常常就是在重複的時候 某一遍 和弦會故意跑一個 感覺有點 就不一樣 就怪怪 那要怎麼講 然後他就幫我唱 對對對 就是re-harm 對啊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 寬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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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聊過這個嗎 大家應該不知道什麼是寬曲 好就是有一天 因為那時候Shirley就教了我 因為我主持美食節目 Shirley shout out Shirley應該有在聽吧 Shirley 天啊好久沒碰到Shirley 他就說 實際上就說那你有學會什麼嗎 我說寬曲 然後他就說 這什麼英文名字 後來他念了 他就說是Crunch了 你的智障 我哪有這樣 你在那邊穿著附會 你沒有說智障嗎 我的那個過程不是這樣 我沒有講智障吧 我就說 反正我是說白痴 一樣啦 不是啦 因為你就說 因為Shirley那時候教我 因為你們要去錄那美食節目 他就教你說 啊我教你一句英文 你在形容口感的時候可以講 然後他說好像 你就說他教我叫什麼寬曲 然後我就想說 寬曲什麼 是英文嗎 寬曲寬曲 然後最後最後才搞懂 是crunchy 大家都學會了嗎 酥脆 之類的 crunchy 喔是crunchy 但我沒有講智障啊 我沒有爸 還是你記在心裡面 事作是不會記醜的 但是他會瞬間那個回憶會回來 你就會創造一些 自己自己編織一些 集體潛意識 集體潛意識 就你覺得我好像覺得你是智障 但沒有啦 我必須要說老實話 我沒有 還是那個當下那個眼神 不是 讓我覺得受傷 我告訴你你覺得沒有那個意思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我只是覺得很好笑 就是什麼 就有一半是覺得說 很崩潰是不是 我怎麼會猜不出來 欸沒有後來是還是你猜出來的啊 是嗎crunchy 後來還是你自己猜出來的 喔 後來是你 但應該就是前面猜很久吧 我記得這個話題有停下來過 然後你們就後來又再回來想說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也蠻厲害的 我可以創造 因為報福大先生也有幫忙一起想 對 對啦 幫助蠻多 shout out 今天shout out好多我們日常生活的人 大家都不知道是誰 哇時間好快喔 怎麼 不是啦 那個是那個 30 我看一下你這邊錄的 喔32 還好啦 應該還可以再錄個20分鐘 他當然會聊啊 一針想回家 真的嗎 一針其實很會聊天 你確定 他比較慢慢拍 可是他其實蠻能延伸的 喔是喔 對對對 他是那種就算被 音樂系男生告白 他可能也會慢慢拍的那種 蛤 蛤 就是他被告白也會慢慢拍 因為我每次 你現在是要爆他的料嗎 對因為我 在空中人家第一次來空中 你就要爆他的料 欸他單身喔齁 他單身 因為事情是這樣 請說 因為有一次 反正他在那裡 你如果不OK 你隨時可以停止他 沒事沒事 你知道這節目沒有pressure 但你還是趕快講 每次那時候我去吹冷氣的時候 他可能在那邊唸唸唸唸 然後我就講一個很好笑的東西 我自己都已經笑完了之後 然後他只會這樣 然後他只會這樣 齁真的喔 然後我們就說要是 男生應該告白 男生應該告白的話 他就說 欸一針我喜歡你 他可能就會這樣 按完按完 然後就說 蛤你說什麼 喔是喔對阿我也喜歡你 就他是這種喔就是 好酷喔 很慢的 那如果被燙 所以是樹懶 對 被燙到什麼時候 的時候會這樣 他就是這樣 他很平靜 他是一個很平靜的 平靜style 我有點太浮誇 拿起來就 喔有點痛 喔有點痛 是叫我懂嗎 我演慢半拍 大家好像都只有慢慢拍 有沒有人是快半拍 我只是突然間亂想 不可能 還沒碰到 喔好痛 他這樣很厲害欸 對對對 這個人有那個 預知未來 感覺老高錄一集 大家好我是老高 今天我們來講 預知未來 快半拍的人 快半拍的人 你知道什麼是快半拍嗎 他會這樣嗎 他會問 老高會問阿 然後小莫就說 我不知道 什麼的 或是他可能會說 你是說就是 醬嗎 好沒事 然後音樂就會變好像 對不對 專業專業專業 好 ok 怎麼樣可以和微鳥一起吃飯 就如果是曾經文的話就可以 這是告白嗎 好 我們來看 蛤 我也是阿 我也是很開心 跟你一起吃飯阿 好啦 我們還有什麼別的問題 問曾 請問有什麼當季蔬果 問為 請問下一次下廚要做什麼料理 最近有什麼當季蔬果 你剛剛有講水蜜桃 水蜜桃阿 還有什麼那蔬菜呢 蔬菜 夏天這個是什麼 蘿蔔 高麗菜是最好的 喔是喔 但高麗菜不是要冷的時候才 那不是冬天嗎 就是因為現在很熱了嘛 對 那唯一就是不熱的地方在哪裡 就高山阿 山頂阿 我剛剛本來要說南極 南極不能進去 對 南極是一個不能探索的領域 是淨土 對 那北極 北極可以阿大家都會開放的 不是那邊還有村落嗎 因為老高跟我講 夸零老高的村落 真的耶 他有做一集耶 天啊你好博學喔 你看 我真的 我的所有知識都是 在我們上 識別山日 刮目相看 我連你去我們最高點閱都是知道 好啦所以當季蔬果就是吃高麗菜就是了 就所以現在如果有高麗菜一定就是高山非常好的 一定要拿山上 但會不會有一些是那個嗎 就放冷藏冷凍的這種拿出來賣 還是蔬菜不可能 高麗菜很耐放阿 高麗菜放三個月都可能不會怎麼樣 對我冰箱還有一顆 好像從四月吃到現在 你只要就是切開 就是屁股然後再撥撥撥幾頁 你就會發現它裡面還是一樣 但就是不能 我都是用撥的我現在 欸你這就對了 因為你上次教我的阿 你說你不要切開嘛 對就是用撥的它就不容易爛掉 讓它根還在那邊 所以就是整顆這樣 一點一點撥 因為下一次你拿你只要撥三 可能就浪費三千就好 可是你切一半 那一片都要弄掉 因為它就接觸空氣了嘛 就很容易氧化或幹嘛的 你現在根本就是知識淵博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開 你是老曾阿 等一下就好我是老曾 快吐老曾 可以 你找曾佩慈一起錄阿 就是雙曾阿 我想找我笑一點的 一直攻擊 一直攻擊他 我覺得他太忙了 他不會跟我錄阿 沒有 下次一定要找他來跟你一起錄一集 沒有 佩慈是不是不理我 真的嗎 沒有我開玩笑 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的 好啦 好啦 所以就吃高麗菜 現在是好吃的 欸他有問題欸 他說請問下一次下廚要做什麼料理 我想一下我最近在看什麼料理 我今天才看MASA 也是Youtuber 一個日本人做菜 好好看 他今天做一個無水咖哩 但是跟我 無水咖哩 無水咖哩 就是不用加水 就是用蔬菜自己的汁出來的那種咖哩 這樣不會很濃嗎 但 我喜歡濃的 就我不喜歡太糖糖水水的咖哩 像我們今天剛剛吃的那個是好吃的阿 那種就比較濃稠的 我喜歡那種 但他今天做的蠻妙的 他不是一般的無水咖哩 一般無水咖哩是 你加一堆什麼番茄洋蔥 就是會出很多水的那種蔬菜 然後就先讓他燉 然後就是他湯汁會出來 再把咖哩快丟下去 但他今天做的比較像是用乾炒的 就是炒洋蔥阿炒那個肉末 然後再把咖哩粉丟下去 然後一起在那邊拌炒 加一點 應該是番茄吧 對 對阿在那邊弄 然後就是他最後把他淋在飯上面 然後中間再打一顆生蛋黃 然後就看起來很像丼飯 感覺超好吃的 但其實你知道 也可以 就算加水也可以讓他很醜嗎 就是用那種 要怎麼 你說勾芡嗎 不是用粉狀的馬鈴薯 白色的不要用粉狀的 喔喔喔我知道我知道 他會會沙沙的就會 反正就是你要有濃稠 還是就是要有一點澱粉的東西 在裡面就是了 我好想sample你剛剛這個 欸欸欸欸欸 好不要講話不要講話 我要剪這段 欸欸欸 讚 讚 我們下一次合作的歌就是要用這個當sample 讚! 好像智障喔 讚啦 好,看看 好啦,還有什麼 應該差不多說了吧 新的好像在上面的 怎麼誠實做自己擁有被討厭的勇氣 我沒辦法耶 他是不是問錯地方了 對啊,而且他問錯人了 這是阿德樂吧 應該要問阿德樂 哇,榮格 榮...哎唷 天哪 老曾 老曾 我現在真是 我真是 佛洛伊德 所以你現在 你要跟我們解釋嗎 榮格心理學阿德樂啊 我還沒搞清楚 我好像有看阿德樂跟 跟佛洛伊德的那一集 他有一集他有講說阿德樂心理學 反正就是什麼 被討厭的勇氣就是說 你不用怕被討厭 就是人家討厭你就是他的課題 就不甘你的事這種之類 我看到的就是那個耶 就是過去可以被改變嘛 這樣 我好像有看到這一集 我有點忘記你們在講什麼 他就是在講 就是在講阿德樂對不對 他就講佛洛伊德跟阿德樂 各自不一樣的理念 對 一個是目的論 然後一個是 對 我就是看這一集 就是看這一集 這集很好看耶 超級好看 因為我發現我比較贊成的是 那個目的論 因為我覺得人不會因為過去的一些 去影響未來 對 純粹只是因為你不想做那些 你不想踏出那個舒適圈 你是找理由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這樣 我可能會覺得說 以前可能覺得在錄音室有點陰影 所以會怕進錄音室配唱 沒有就是我沒準備好而已 這個跟以前陰影是沒有關係 那你今天配唱你有覺得 生疏嗎 還是覺得舒服阿或什麼的 因為你剛剛說你好像今天有點緊張 因為我們在外面 因為你們住在外面阿 殊不知 嘿嘿你在錄的時候 我去外面講電話 對 早知道因為我看不到阿 好啦 而且我也會擔心阿 怎麼 怕失望 想說我以前是修的 不用擔心啦 大家都修的啦 真的啦 就像拍照 都修圖阿 不可能不修讀 我沒有修阿 我不用修阿 對你不用阿 你就是濾鏡對不對 什麼我們就濾鏡 你不用濾鏡 你不用濾鏡 直接就是黑的 對你就是濾鏡 直接就是黑白的那種 那我拍照好需要你喔 為什麼 因為我需要濾鏡 我一定要跟你拍照 但你有變那個阿 哪一個 帥有一組 哇謝謝 你那一組很有看耶 哪個 你前陣子發的阿 喔就是去拍那個 牛新聞的那個 粉末子的那個 那一組 對對對 應該有騙到幾張專輯吧 這樣子 騙人家買來 迷妹想說 喔好帥喔 擁有被討厭的勇氣 我們有回答到這一題嗎 沒有我覺得他問錯了 我覺得他可以去看老高那一集阿 好像那一集滿療癒的 你看完就覺得說 喔好 讚 我個人是很怕被討厭 我沒有被討厭的勇氣 因為他很常講一些 但沒有沒有我覺得他也是害怕 他只是白目 不是但是我必須講喔 我覺得像文哥製作人或編曲 就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確實 因為他們要隨時接受別人說 沒有 不喜歡就要被改 對啊不喜歡就要被改 對就是要直接 不過甚至是 比如說你是別 哪天就是一針 你也當製作人 你要 你要鼓起勇氣 跟別人說你這個 不行 必須幫我改 這種的 不是不對 沒有不對阿 音樂上面有不對 只是說 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那你要學會怎麼去跟人家溝通這件事 這個我覺得我 然後你就會被討厭 就是不能怕被討厭 就是你還是得講出心裡話 因為我覺得我 這是我的課題耶 我真的花滿久的時間 以前都會覺得說 我都不懂阿 就是 那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 但是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 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現在慢慢慢慢 比較學會說 阿好吧 那在音樂品味上面 我就是喜歡這個東西 那 可能你沒有做到 或是不是我想要的 我也是 就是想一個辦法 跟他溝通說 但我想的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有沒有辦法幫我 類似這樣子 就是要找一個方法去溝通 我以前是那種 就是會直接不想做 然後現在就是開始會覺得說 先接受別人的 先做 再說 可能我下一個階段 就會像你們這樣 怎麼樣 你說要去溝通 溝通 自己也想要的 永遠都要啦 跟人相處就是要溝通 對 好我們下一個 有人說 最近巨荒有推薦什麼影集 或是電視劇嗎 喔你看很多有的沒的的 你可以推薦 除了老高之外最近 我最近 喔最近那個阿神盾菊特攻的最後一季 第七季 他還沒結束 我以為他早就結束 最後一季 最後一季 我最近有在跟 好看嗎 欸有ending了 我覺得那是一個情懷 有爛尾嗎 沒有 還沒有結束 他就是這一季是最後一季 他是一個情懷 我現在其實沒有覺得好看 或不好看我就是想把它看完 就還是那些角色嘛對不對 對可是你知道說到影集阿 我覺得DC的影集做得比較好 明日傳奇 就是 DC的超級英雄阿 因為 Marvel的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都沒有很熟啦 因為我喜歡看這種 你現在是在站 會有Marvel的Fan來留說 哪有 因為他有點沉重阿 他本來是有一點開心 你說DC喔 那個Marvel的 你說SHIELD嗎 嗯 他現在變得很沉重 嗯 有一點沉重嗎 想說Marvel的不是應該就是比較 還是他就是跟 只有那個男生很會開玩笑而已 就是那個 那男生叫什麼 威爾森嗎 就是那個 在在在在 排球嗎 在美國隊長裡面死掉的那個 Wilson 喔喔 對你知道那個 他就叫Wilson阿 嗯 好像是 反正因為 明日傳奇 明日傳奇的劇就是很 嗯 就是幽默 嗯 就很北蘭阿 喔喔 就比較輕鬆一點 對我好像最近看劇也是喜歡看這種 就是比較輕鬆放鬆的 對阿 我想一下我推薦什麼 最近比較沒有什麼看劇 喔 Rick and Morty 你知道有個卡通 嗯 就是就是 就是比較像 嗯 也不能講成人卡通 對就是成人卡通 嗯嗯嗯嗯 對阿 是蠻有趣的 然後之前我有看Bowjack Horseman 就把它看完 我發現好像喜歡看這種 卡通 但他其實講的內容比較 深一點的 喔 辣不小心電影版 喔會哭的是不是 我可以講我哭到不行耶 我可以講我哭到不行耶 是小白怎麼樣嗎 對阿 因為你跟我講過 你跟我講 我每次講這都有都會想哭 真的嗎 那你現在開始講了 我們想要把你哭的 欸曾經文真的犯累耶 不是因為那段很感動喔 大家好我是老曾 不是因為那段真的很感動 因為那個小白屁屁有炸彈喔 不行我會哭算的啦 這樣別人 大家自己去看 小白的屁屁炸彈 大家看到那段就會想哭 小白的屁屁炸彈 小白屁屁炸彈 電影就叫這個名字嗎 對就是小白屁屁炸彈 就是人類是自私 喔 尤其是大人 懂 好啦好啦 在講什麼啦 你去荒島只能當一本書 換一個CD 不是我問過了嗎 對也是 你們保護嗓子的秘訣是 就當一個正常人 想叫就叫 想哭就哭 因為那樣聲音才會有生命力 對我好像也沒有 我只有表演前可能不會吃 有果酸或者是會酸的東西 就連番茄我可能都盡量避開 所以番茄義大利麵種 我可能盡量不要吃 因為酸 酸的會鎖喉 對會有一點 所以有些人說喝荊棘檸檬 其實我表演前是不敢喝的 他們好像喝熱的嗎 會鎖起來 一樣啊 一樣因為它有果酸嗎 你覺得 我好像如果硬要是這種的方向的話 我上台前都只吃白飯 米飯喔 就是白飯喔 我就是只吃兩口 只是為了讓 胃有個東西 但是我 吃別的會這樣氣 懂 我唱歌前也不太喜歡吃太飽 或是吃東西 不然你真的有沒有 就尷尬 我很常這樣 喔真的假的 表演的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唱歌的時候 你一定得肚子收緊啊那種的 就很容易打嗝 對啊 然後我沒有一直吸氣 就換氣換氣 然後又要這樣用力 所以其實久了真的就很難免 然後弄到就是 就卡住 我好像也有類似的 但是就是吸到 然後就 就突然就 這樣 對 那這個算沒辦法 本來蠻帥 後來就 但是很多 但這個又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候表演 它就是打光要好看 就是得有乾兵 對啊 也是只能 我們只能 不然光打了也沒用 大家要想辦法去面對 對就是 演藝乾苦談 想知道去哪裡可以遇到你 在錄音室的話 拿手菜是什麼 可以附圖 拿手菜 還好 之前講過好多次 想知道越老越帥的秘訣 瓜虎 我不是在說你老啦 好立刻跳過 明天午餐該吃什麼好 舅舅每天想要吃什麼 想到腦快爆炸的我吧 你們會這樣嗎 就是我 天啊要吃午餐了 或是要吃晚餐了 我完全不知道要吃什麼 我不吃午餐了 你不吃午餐 所以你是吃早跟晚 早跟午餐 就是差不多 我其實四五點就會吃晚餐 就下午那樣 對對對 然後吃完就是 是因為工作型態嗎現在 不是 因為你要早期 是因為就太胖了 現在太胖了 喔所以你就兩餐 你也是要十六八嗎 你現在 沒有我沒有在管這些的 我只有就是我的時程 就是我早上不是在市場幫忙嗎 對 然後我就會去買水果 睡才哥到手 然後吃完水果之後 然後就買個柴菜蛋 然後吃完餐之後 然後就去游完泳之後 然後就去吃晚餐 就吃晚餐 然後就回家 然後就開始做 然後真的很餓 就買個牛奶喝 然後就睡覺了 喔 就是 對啊 因為我也是想要就是 回巔峰的那種樣子 帥帥的那種 對 就也不知道要吃什麼 對 不然就是 看一下Uber 我通常是會 對 可以看一下 我會跟我朋友說 比如說跟我朋友出去吃飯 我就說 你想要吃飯還是吃麵 就兩個選擇 對 你先選你要吃飯還是吃麵 這種 然後他可能就想說 那吃飯 然後我就說 好 要不然 我就會開始去想 業家有什麼是有飯的 便當 對 便當啊 或者是吃火鍋嗎 也有飯 二選一 這種的 你就會一直給他選項 他可能給他選項 或是我就自己選 然後說這樣好不好 然後就好 這樣比較快 對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必須要有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不然我也不知道要吃什麼 但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是說 老實講 人真的一天要吃到三餐那麼多 我其實我很常想 其實就只是餓 餓了就吃啦 以生理來說好像就是 你餓了再吃 可是餓到底是生理的 餓還是意識上面的 心理的 大家好我是老曾 今天我們要講 肚子餓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 有一部分其實好像真的是 心理的一直想要 被制約 就是那時間到了 其實你沒有 對然後大腦再跟你說你餓了 然後也不是真的身體餓 好像真的有這種 對啊是不是 就是因為我最近開始習慣 這樣子的模式之後 我發現其實 我不會因為早上只吃水果跟彩蛋 還有地瓜 我就覺得很餓 我反而就是沒有什麼感覺 這樣滿好的啊 其實我剛剛講 十六八斷食法就是這樣啊 他就是在教你說 你的身體真的餓的時候才吃飯 那種 十六八是不是說 八個小時都進食 可是十六個小時不進食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十六到十八 或是有些到二十幾的也可以啊 懂 反而是比較free那樣 就是宵夜吃東西 然後就睡覺然後早上都不吃 然後睡前就宵夜吃 理論 但是太晚吃的一個危險是 會那個 餵食到逆流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就是這樣啊 你說工作到 我們工作到三更半夜 好不容易可以吃飯 然後覺得犒賞 吃完要好回飯店 然後就立刻要睡 就要睡覺了 早上起來的時候就 很不舒服啊 後來有一招啦 就是我的唱歌老師教我說 你就把枕頭墊高 就比如說你墊兩顆大的枕頭 然後你睡的時候 可能就有一點頭是這樣 但至少不是一開始就平的 然後胃酸會這樣子 然後你當然可能會睡比較不舒服一點 那你半夜的時候就可以 把枕 把枕 其中一個枕頭丟掉 對啊 拿走 有的時候我就早上這樣就吐了 怎麼樣 不是 就是胃子到逆流就吐了 哦 對啊 而且我們又要唱歌 其實胃子到逆流會 會傷到啊 對啊 那其實蠻危險的 更有磁性 欸 錯了 沒有喔 那個可能會某一些音 就不見了 無法唱了 對啊 會受傷那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多久啊 應該 其實應該還蠻 哦 五十二分鐘了 我覺得可能再問個三題 好 2020也過半年了 在接下來這半年 還想做哪些突破 或是嘗試些什麼 你們有規劃啊 你現在就是要 今天就是來錄這個 你接下來的一些作品嗎 翻唱的歌 還有啊 什麼 我們上次做的都還沒寫完耶 哦 你說那個嗎 嗯 等一下 我都不想要逼你了 因為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空叮你啊 對啊 我最近要開始有空了 比較有空 我就會來找你 好好好 我這個人是這樣 歌詞要寫一下 對啊 上次文歌才跟我說 就是要寫完它 對啊 就完成嘛 我覺得就完成 他是好歌 但我不敢亂寫 你有壓力對不對 因為你覺得被 要寫得好 但是 但是 但是這種 這種壓力反而會讓你一直拖 就會 不想要寫 所以我教你一招 你就 我也是最近學到這個東西 這英文叫 FBR FBR 就是你在寫的時候 不管是 因為我學的這個是 他是說寫書啊 或是一個作家 他的想法就是 那個 你的First Draft 就是你的第一個初稿 你一定要想說 我要寫Fast Bad 然後Wrong 就是我在寫的時候 我是很快寫完 快 但是這個東西是爛的 OK 然後是錯的 但是重點是他是快 我就把它寫完 所以我就有東西 重點就是 就不要停 就是 寫出來 對 這跟我之前自己的一些 價值 就是觀念 有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有符合到 因為後來我發現說 你一定要寫 就是再怎麼難聽 都要寫出來 就要把它寫完嗎 因為你知道我 就是至少你有一個東西 或是你 重點是開始 就是你要逼自己 可以去開始 然後就把它先 你光是可以開始這一步 他可能就會帶著你 就繼續往下了 對啊 但是因為如果你覺得說 我坐下來 我一定要寫到 最屌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牙力好大喔 那我先去洗衣服好了 類似這種的 因為我發現 我有認識一個小朋友 也很會寫歌的 他最近也遇到這個問題 卡關 他就說他覺得 他怎麼旋律 怎麼寫都覺得很難 他寫不下去 我懂我懂我懂 我以前也是這樣 真的嗎 蠻多招可以用 像我剛剛講的這個 反正你就 FBR Fast Bad Wrong 真的 對 這是我最近學到的 對 先想這個東西 然後如果 像我以前 我覺得我大概可以猜到 他碰到的是什麼瓶頸 我以前也碰到過 那有時候也可以強迫自己休息 但是 要去 多一些input 就是說 你要多聽一些新的東西 或是強迫自己聽一些 本來不會聽的 嗯 東西 那可能就會 刺激某些其他的靈感 然後就從那邊 再去發想 那因為 有可能你現在旋律都寫不出好的 或者是因為 你和弦還是差不多那些嘛 那如果你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和弦進行 吊飾或是什麼的 re-harm 有沒有 然後就 就有可能會變得更有趣一些 感覺是 有蠻多招可以用 而且現在其實網路很發達 你只要上網去查說 靈感卡關或是 英文是什麼 Writer's Block 然後就有超多YouTube影片 在教你說 怎麼去 有哪些方法可以去打破 其實他蠻多資源可以利用的 好 對阿 希望老高可以錄一集 大家好我是老高 大家好我是老高 我們朋友靈感枯竭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呢 你知道什麼是靈感枯竭嗎 啊就是說頭卡住啊 你覺得頭卡住是吧 可以喔我覺得在模仿的部分 你絕對超過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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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 好啦我沒有回答嘛 反正就是接下來這半年我們會有很多突破 對耶 想看 有人說 他自己說自己是小可愛 小可愛來發問 人總是會有低潮的時候想問問師哥與師妹是怎麼度過低潮期的呢 阿時間就在走阿就一定會過阿 我是這樣阿 你就直接用時間去讓他 沒有我跟妳講就是這就是強迫長大阿 就是沒辦法阿 就你不會永遠卡在那邊阿 就是高峰低谷阿 對 就是當覺得自己在低谷的時候其實表示 恩恩恩 就準備要往上走了 你現在覺得最低的我跟你講可能還有更低的 也是有可能 我曾經就已經覺得阿是不是很低 後來發現阿還有更低的 阿現在可能會不會再更低 呼呼呼呼 其實最後都是一念之間吧 對阿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一念之間 就是你的心是平靜的時候其實 也沒什麼 高峰低谷其實都是相對的 恩 對不對 當你心態是對的時候比如說 好你今天做的工作是你很有熱情的 恩 我們還是有熱情做音樂 恩 那可能我寫的歌阿 大家不喜歡聽這種的 當然從某個角度看它是低谷 恩 但是我還是在做我有熱情的事情 那我就繼續做 恩 對啊 你就focus在你的passion上面 恩 那所以不 當你focus在你的passion跟熱情上面的時候 不管是高峰或是低谷 其實那都是 對你來想影響就不會那麼大 恩 因為你還是在做你熱愛的東西 然後可以養活自己阿 那樣子 對 所以那些都是額外的 高峰跟低谷 恩難怪 對啊 高峰的時候要記得存錢 難怪我們居然可以活到現在 恩 在 不是在你不覺得在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 我說現代 嗯 你要真的餓死還真的 滿難的 沒有那麼容易阿 嗯 尤其是 隔壁 對啊 其實不太需要怕 跟隔壁離的很近 跟隔壁離的很近 對啊 就是人口密集很高嘛 你說鄰居嗎 對啊 那種的 所以就是可以去蹭飯吃的意思 對啊 就是請求幫忙 我都快去蹭冷氣了 哈哈哈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啊 絕對不會餓死的 充滿正能量 要不然我就是開我媽冰箱吃生的菜 好啦再兩題 再兩題 有人說 如果可以經營副業的話 你們會想做什麼 你會想要做什麼 我想開青州小菜的店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吃青州小菜 喔 這樣我就可以每天都吃我想吃的 但你不會吃膩嗎 每天吃青州小菜 欸 我跟你講 怎麼樣 阿但是青州小菜 還有不同菜色對不對 他就不同的小菜阿 每天一直換 可是我喜歡的就只有豆棗 跟蛋 豆棗是紅色的那個嗎 對不對 就是那個豆干那個 天啊 甜甜的那個嗎 還有脆瓜 那個好吃 就都是一些人工加工的 讚啦 讚啦 我就喜歡化學 不是 所以如果有機會你就想要 想要開一個青州小菜 嗯 因為我曾經最高的紀錄是 嗯 我有半年在早餐店 都點一樣的東西 嗯 然後點到就是 我都不用跟老闆點 老闆你就這樣 我就這樣 就都點到 哇你剛剛這樣就是 聽眾大家都知道你在做什麼 哈哈哈哈 真的阿 你就是跟老闆娘點個頭 那樣他就知道 我沒有欸 我覺得我會換欸 當然我可能會有固定某幾樣 但是我覺得還是會換 會加別的嗎 所以那時候是點什麼 我都點那個 因為他是一個炭烤吐司店 對 然後他的早餐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小黃瓜醃過 就是甜 就很像我們吃滷味的那種 是甜的 然後他就加一個那種 散蛋 然後再加一片火腿 然後那火腿不是煎的 是燻的 蛤 喔因為是炭烤 對然後就好好吃喔 我就這樣點去吃了 就是半年 這樣也是蠻厲害的 那你飲料會換嗎 還是 我不會飲料 不點飲料 讚 好 也不會這樣 就是我不喜歡花腦袋 去想我今天早上吃什麼 喔 就是我喜歡被規劃好的 人生 某些事情 某些routine 就不用說一天的行程 不要變盡量不要變變 因為一變我可能就會覺得 你也會這樣 我會 我也會欸 我就比如說 好又回到吃飯這件事 就想說 我中午就是想要去吃牛排 或是晚餐 今天晚餐我要吃牛排 我已經確定就是那一間了 然後突然間什麼事情 沒開 沒開 很常碰到 去人說等一下為什麼 我禮拜一早起為了去吃 然後就好餓 你想要去吃什麼 小籠包沒開 我就像你剛才那樣 天哪這樣實在是真的很 我對所有人生氣 呃我覺得我已經過了那個 那個時間 我現在就是 好摸摸鼻子 然後就找別的東西吃 可是你不覺得是被打亂了嗎 對會被打亂 但是我有意識到我 會覺得奶油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會想說 好我要去吃這個 但是 先想好備案 對 Plan B 如果沒有這個 那我就要去怒吃什麼東西 是別的東西嗎 對還就可以怒吃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 可以啦 因為我想吃 我就是一定要吃那個 這種高峰低谷 會過去 我可能在兒地之年就會這樣 唉呦 在三年 會遵守啦 一針有想要開什麼敷衍嗎 沒有欸 現在可是沒有辦法 繼續做 不是就是夢想的啊 夢想的啊 你覺得她真的會開青春小菜嗎 欸我差點就開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媽就賣菜的啊 然後你們就順便就做呢 我媽就一直跟我講說 那你就開啊 大西西也沒有什麼 這種店 那好像真的可以耶 但我後來還是沒有開 原因是因為我比較想做音樂 我就想唱歌啊 還是沒辦法放棄嘛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聚會還在那邊一直說 對啊 一直在那邊講說 就很想去賣菜啊 我去賣菜賣菜很棒 然後我就跟曾經文說 是很開心啊 你不唱好可惜喔 而且他現在說說 我餵你一定會回來的 對 你有講啊 而且我是充滿誠懇的 你一定會回來的 因為喝的有一點點忙 不唱真的很可惜 你一定會回來的 相信我 你看我回來的 你看吧 對啊你看 被我抓回來 歡迎說老尾 歡迎說看老尾 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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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對啊不對啊 一貞沒講啊 如果你有沒有什麼夢想中的副業 就如果你真的 你今天不要管預算 或是什麼現實的考量 還是沒想過 他天生就是要做音樂的人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是不是很慢 是不是很慢 我想說 我剛還一直嗆你說 把他放在一個尷尬的經歷 借過我自己 你幹嘛 好沒關係 那我先想一下我的 我想一下我什麼 欸我沒有欸 你會不會去做老師 跟你爸爸一樣 如果我沒有做音樂的話 我覺得搞不好 可能真的就是 就是走學速路線這種 就唸書了啊 就唸書了啊 就唸書了 但是應該還是放不下 應該還是會喜歡彈吉他 唱唱歌這種 的確是 我覺得學我爸 我爸會開課開那種什麼 英語 歌曲學英語 我還幫我爸列過list欸 我說 他說你列一些 你聽的英文歌的 然後他上課 用這些來 來教學生 就是裡面單字啊什麼的 幸好那個時候我聽的 都是一些比較 你知道 比較peace一點的 如果 如果我喜歡聽hiphop的 可能就是 我爸就會沒有辦法教 可是我覺得這樣超聰明的 我國中的時候 我曾經就把歷史 變成一個學生 rap嗎 然後後來就是 考試的時候 就成績比較好一點 喔 對對對 這是記憶法的其中一種 對 你做成歌啊 做成什麼口訣啊 這種 什麼二德法每日奧義英 八國聯軍啊 什麼的 好啦 那所以一陣到底想好了沒有 好啦 有 真的嗎 讚 我其實蠻喜歡做甜點的 但其實我也只 目前也只會做兩種 哪兩種 甜點超難欸 我都做很簡單的 像是 蛋塔 蛋塔聽起來很難欸 真的嗎 因為他餅皮是買外面的 你看吧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你在那邊蹭冷氣的時候 他跟你講的話 沒有 通常人家會聽蛋塔很難 但是其實只要蛋塔皮 是外面買的 那個裡面其實一下就好了 超簡單的 蛋塔皮是那種酥皮是不是 就是外面賣的酥皮 他自己會碰起來 他都已經跟那個殼也 弄在一起了 所以超方便的 但是你還是要調中間那個啊 就是蛋跟糖那樣嗎 蛋跟糖跟牛奶 就這樣 然後就 然後放進去烤 對 而且我有氣炸鍋 喔 氣炸鍋可以直接做 其實就是烤箱 欸很方便欸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有 之前曾佩慈跟郭靖那邊用氣炸鍋 我一直嗆他們 我就說兩個月之後 你們就不會用了 我再跟你們借來用 但我最近腦波有點弱 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真的有 好像有點厲害 欸他也可以用口罩啊 蛤用口罩 好沒事啦 哈哈哈哈 沒事啦沒事啦 你們有在看新聞喔 OK 那你另外一個甜點是什麼 布朗尼 喔 Browny Browny 其實也可以到 也可以到很複雜 但也可以很簡單 其實好像是被料比較複雜啦 像是 因為他後來就全部都 東西都攪在一起 蛤蛤蛤 那樣子 但Browny 是好吃 CP值高 我覺得那種阿開夫業賣東西啊 其實你就是專精 一個東西或者是 一兩樣 就好了齁 像我們比如說阿中麵線啊 他就紙麥麵線這種 他就是很有名 或是我紙麥 金牛角 可頌 這種之類的 那我很難問欸 紙麥顏值是沒有用的 哈 哈 哈 SORRY 喔媽媽就跟你講說講話有禮貌了沒 喔 快又有玉女 好 最後一題 好 怎麼辦 呃 感覺要找個問題好的 給你挑好了 我挑嗎 好 給你挑 我有這樣的東西嗎 剛剛一陣挑一題了 然後就是我都要亂挑 什麼原因讓你大突破拍文章 哈哈哈哈 好 那這次就當最後一題 可以阿問一下 大突破 就覺得就是在演戲阿 就是在當下那個氛圍 女豬腳很漂亮嗎 哈哈哈哈 女豬腳當然很可愛阿 喂 這是一定的 他很漂亮 然後但是主要是說 在那個 三千嗎 喂一直在問哥 在那個情境底下 就是 如果 停在別的地方 其實是蠻奇怪的 就是一定要 就是我們拍了好幾個tag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因為旁邊的人一直在起哄嘛 嗯 但除了起哄之外 我也是一直覺得說 腦波很弱 沒有啦 哪裡KK 然後就覺得說 喔 那就當然你是跟語氣溝通 就是欸那你OK嗎 那我們就 就把它演好演滿那樣子 這樣也很好阿 我覺得就是 就是在拍 就把自己當 對表演這件事情 要有一個 專業或是尊重的態度來做 不要有別的心就好了啦 別的心 怎麼樣 沒有阿 你想幹嘛 你想幹嘛 沒事我沒有要幹嘛 沒有但是 但是就很好阿 就 第一次看到 天啊你跳了這一題 好像很難做一個ending 真的嗎 好啦我們跳一個比較開始 所以比較輕鬆 欸我站在歌迷的角度欸 他們會感謝我我跟你說 有有有 謝謝你 以後他們就會說 說不定記者也會很感謝你 他說喔謝謝謝謝 沒有這花絮他們也有問題 好啦那 這當作又一個好 他說最近胖了 吃什麼菜可以瘦身 OL 只有 只有 只想說謝謝靜雯的 寧願為喜歡的事而累 也不願為生活而累 喔喔那個 我們上次錄的那個 嗯 對啊 讚 很棒阿對不對 讚 是不是嗎 沒錯 其實好像就是今天上線欸 剛好就是今天上線 我其實今天來這裡有聽一點 所以我剛才跟你聊 但我還沒有聽完 因為我也想知道 我到底發了什麼風險 我到底因為我每次 我剛才因為我就是 這集我在寄給你 很real的人 我知道你有點太real 有時候講一講講 我自己也會想說 欸我怎麼會講這個 我自己也覺得 好啦最近胖了 吃什麼菜可以比較瘦 你最近應該蠻有心得 因為你在做這件事情 沒有我 記得我們剛剛有聊過 我覺得十六八是一個蠻好的 嗯 一是 段時蠻簡單的 這個我很多朋友在做 嗯 但我覺得重點還是 你不動沒有用 對 也是要搭配運動 健康的瘦 我的重點是 我覺得跟吃什麼 也是 跟當季吃啦 現在要吃高麗菜嘛 嗯 吃高麗菜 好吃 其他葉菜 就 是不是 看你喜歡什麼都可以 蘿蔔可以嗎 下次 是下次蘿蔔都吃醬嗎 我有點忘了 其實 其實 我覺得 因為現在 已經很發達了 嗯 沒有像以前那麼狂 因為現在很多溫室啊 水跟菜也是 溫室嘛 嗯 就變成 其實一年四季都有 對啦 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可以吃的 就是只是說 但不用像中醫那樣說 到不同的結令 其實你吃這個對身體比較好 那樣嗎 只是 我覺得沒有就是看你喜歡吃什麼 然後 看你能不能接受那個口感 然後就會瘦了 因為很多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天氣熱南部菜就不好吃 或者是說 天氣熱連山上菜也不好吃 為什麼 但我就覺得你會種菜 你會種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突然變 因為 好你這邊抱怨 我覺得你的客人好像 可能也不太會聽 那不是我們的體驗 欸你知道有一些阿姨可能就懶 然後就說這菜種的好醜心 然後你會種 你會種嗎 我就不知道怎麼回 香菇怎麼種那麼小 你會種辣 你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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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是那個菌種嗎 就是你幹嘛嫌棄那個香菇啊 我是一隻樹 不是 就我覺得你要吃進去 就你吃的時候 它也會被破壞掉嘛 但它原本長的 不會很重要嗎 就是 對啊 對啊 長得漂不漂亮是不是其實沒差 沒差 我記得我以前跟我媽去買菜 我媽會說 有時候她會故意挑那種長得比較醜的菜 對 農藥 一來這個 第二個是她說她覺得他們很可憐 就是一定沒有人要這個 或是水果這種 然後覺得天啊好悲天迷人喔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很多人都很怕高麗菜被蟲咬的那個洞 我剛剛我就專挑那顆買 因為我跟你講 洞就是像這種 洞越多 他越知道什麼東西是好吃的 他才會去吃啊 不然他怎麼可能吃不好吃的菜 我跟他搶欸 絕對是跟毛毛蟲搶的 給我 小春被人在吃我的高麗菜 這個好吃肉 大家好我是老曾 今天又帶來大家一些蔬果的小知識 很開心 有蟲是最好的 可辣可辣 在這邊做一個ending是蠻好的 吃高麗菜就會減肥啦 高麗菜真的還蠻可以的 纖維又高 飽足感也夠 大白菜也可以 而且我覺得高麗菜炒 炒高麗菜然後加一點香油跟胡椒鹽 很厲害 香油跟胡椒鹽喔 就是用胡椒鹽去調味 他有一種就是白胡椒 你知道嗎 有一種古早味炒高麗菜 是那種 我在一家 在某一家 我在某一家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一家羊肉爐吃過很妙吧 那我做羊肉炒飯 然後他又炒 一道叫做古早味高麗菜 然後呢他是高麗菜去炒 番茄 但是不是牛番茄 不是紅的那種 是有一點點綠色的 那種叫什麼 黑市 就是比較local的台灣品種的番茄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番茄然後去炒 那個比較酸 對但是他炒完以後就比較沒有那個酸味 然後 我也不知道他加什麼 應該也是有加白胡椒 然後醬油嘛 然後下去那樣子炒 超香超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說 喔原來高麗菜可以這樣炒 可以炒番茄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炒番茄 對 很妙 那一間 對然後他 欸怎麼是 是番茄 然後就吃 羊肉爐的店 對很妙 我下次帶你去啊 在那個 不用特別請我們好啊 什麼時候 等一下 禮拜五 李哥 我們今天被請客 耶 好啦 謝謝靜雯跟一貞 今天來 威力安跟你聊聊天 那我們最後要問一尊那個嗎 哪一個 就在荒島上面 他要帶 好啊 師兄都會問這題 對對對 不要緊張 不用緊張 就只是說 如果有一天你要去荒島 你只能帶一張CD 一本書 因為你做編曲 還有一個Plug-in 都各只能帶一個 你會帶什麼 我先講CD好了 你最喜歡的CD之類的 CD跟書跟Plug-in 對 可是沒有電腦有Plug-in 所以你也沒有用 你不要在意這種問題 真的不care 不重要 對 就是重點是你只能帶一個 不要校真 沒錯 還是我們先去上車說 對啊 他想一下 對啊 我快要出來囉 等一下 你需要彈結 那我帶CD 不是啦 是說 不是 是說 各 就是 CD可以帶一個 書可以 對對對 各帶一個 對不起 然後要帶誰的 我表達不清表達不清 對對對 你要帶什麼 你說誰的CD跟 對 誰的CD 什麼書 什麼Plug-in 對喔 你快要跟上了 好棒喔 好棒喔 讚 應該就 你的CD喔 這有點 你認真嗎 你認真 沒有沒有 你不用講我的CD 你這樣認真的 奇怪人家可能認真 他就想你帶你也不行喔 對啊 為什麼不帶曾經文CD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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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還送你一張我的耶 你不要打我好不好 我要打他啦 他都中我冷氣 我不要帶他CD 講真的 好 你帶他的眼是可以 就比如說你成長的過程中 影響你最大的一張專輯嗎 上次講的 那真的就是你的耶 我去簽唱會了 對啊 他也只有我簽得到啊 其他就大白唱會 OK啊 那就是你的CD啦 好OK 我再帶你的第一張 對 帶什麼書 曾經文市場寶典 哈哈哈 老曾 帶市場寶典 欸我覺得你可以出個部落格 或是 就是跟大家講這些小的東西 可是我怕 年輕的大家其實 張子也會生氣 想說我在亂交 那有亂交嗎 你今天講的都是對的吧 我講的東西都是 我媽有時候會跟我講 但我媽有時候講的也唬爛 哈哈哈 真的 因為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講說 張媽媽 沒有他就跟我講說 今年春雷很大聲喔 那個竹筍會長很多喔 我說為什麼 他說那個雷很大 竹筍會被嚇到 哈哈哈 但老一輩真的會這樣講啊 什麼唬爛啊 那所以後來你們去摘有很多嗎 沒有 今年潤四月 兩個四月 所以竹筍的節氣會晚 可是一晚蛇也出來了 所以我們不敢去踩 喔喔喔喔喔 不會害怕 你看我又很棒喔 我又講了一個 好 快點了你了 好好書 現在很少看書欸怎麼辦 也是我也是蠻少 以前總會有什麼書 不是書 哈利波特什麼之類的 沒有 好像有 奇怪一定要人家引導成這樣 你有會引導別人喔 怎麼 就很小的時候買過 是哈利波特吧 好像有 有 好那我們就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有七本欸 就是七集 第七集有上下 上下 對啊很多 在荒島上面可以看很久 對吧 這樣不錯 有耶我們都替易正規劃好了 他的人生 看完就可以再重頭看了 也是 蠻可以看 阿Plugin Plugin 帶一個Plugin喔 好珍貴喔 等一下會引體還是軟體 沒錯 那我 帶 好慢喔 快點拿出來 哈 我帶Fab filter Fab filter Pro Q嗎 還是Pro 我可以整套嗎 不行 只能挑一個 你要Compressor EQ還是 Limiter什麼的 挑一個吧 EQ EQ 好像跟阿熊一樣 阿熊是帶EQ還是Compressor 我也忘了 他好像是說Compressor 我上次是聽到 不是EQ吧 欸 我忘記耶 反正兩個其中之一 我覺得在意EQ的人 都是很在意頻率的人 好 點到為止 我拜託你不要再講下去 我不想要修 我 我不想要修 好開心 謝謝伊珍 謝謝各位玩 耶 開心 耶 開心 結果伊珍覺得終於結束了 他在想說怎麼那麼久啊 怎麼久啊 不就是聊天講一些幹話 你以為拉麵那麼容易吃 好啦我們今天 好那再跟我錄一個開場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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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